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最近的西方新闻媒体中 经常会提到一个新词 Kulinks 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Kulinks就是指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他们四个国家的缩写 就是说这四个国家 形成一个和西方国家对抗的集团 叫做Kulinks 现在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俄罗斯 伊朗 朝鲜 已经悄然形成一个邪恶新轴型 他们起个名字叫做Kulinks 就是要共同挑战西方民主国家 和西方民主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2002年针对国际反恐 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说 伊朗 伊拉克和北韩 组成了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型 在2004年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也提出来 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 形成了一个邪恶轴型 但是那个时候西方人邪恶轴型的概念 就是包括了俄罗斯 伊朗和北朝鲜了 但是还没有包括中国 现在西方社会这个新邪恶轴型的概念 不仅是把中国也包含进去 而且还是把中国看成是个邪恶心轴型的第一位 是成了邪恶的中心了 现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讨论 美国和北约应该怎么样对抗 来自普林克斯的不断增长的威胁 在西方国家中 现在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概念 就是说中俄一朝四个国家形成一个邪恶的心轴型 一旦西方国家把这个东西形成他们一个固有概念 认为中国是威胁西方文明的邪恶心轴型的话 那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就是一个恶号 就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 你就是意味着邪恶了 中国就无法翻身了 我个人感觉到把中国画到 克林克斯这个邪恶心轴型里面 还是有一点冤枉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西方国家 并没有那种仇恨的心态 或者是那种厌恶的感觉 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西方国家 都是比较喜欢比较友好的 至少比喜欢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国家更要喜欢 中国人对俄罗斯伊朗朝鲜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也不喜欢 也没有想和他们结盟 现在把中国和他们画成一个轴型 邪恶轴型 其实对中国还有一点冤枉 但问题是现在西方人已经把中国这么定位了 就定位成一个反西方新轴心的邪恶之首 这也是习近平战狼外交惹的祸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确实是反美国反西方的 而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 在外交上的重要一环 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形象 改变中国在过去毛泽东时代那种反美反西方的形象 要重新给中国塑造一个清美国清西方的形象 要把中国和美国西方站在一个阵线上 这样形成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 应该说邓小平努力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 还是比较成功的 确实在邓小平改开之后 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印象大为改观 对中国人就比较有好感了 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 美国就开始对中国打开大门 不仅让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让中国赚钱 而且还积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这就是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比较有好感的 至少觉得中国对美国没有敌意 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可以作为美国的朋友来处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美国觉得 中国对美国有敌意 觉得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当然不可能帮助中国 反而就是要围堵中国了 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变了 就认为中国对美国是忘恩负义 美国帮助了中国发展 中国却恩将仇报要和美国为敌 上演了一幕农夫和蛇的故事 一旦美国人对中国产生这样的看法之后 就会把中国定位于四个邪恶新轴心之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最近习近平向美国喊话 声称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 做朋友 也许习近平在反美之后 他又后悔了 真的想和美国做伙伴 想和美国做朋友了 但问题是习近平再说什么甜言蜜语 美国人也不会相信了嘛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 西方国家一旦给中国一个邪恶轴心的定位 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致命的 也就是决定了未来几十年 西方就会把中国看成是敌人 中国人要想改变西方人这样的看法 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其实过去美国一直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从1900年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的时候 美国就一直很同情中国 美国当时虽然分到了清政府给他们的赔款 但是美国把中国的赔款又赠送给中国 开办了清华大学等近代学校 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人才 在抗战的时候 又是美国替中国从日本那里拿回了台湾等 按照当时苏联斯坦的想法 就是要分割日本 要北海道割让给苏联 台湾割让给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把台湾作为美国一个海外领地 或者让台湾独立都是完全可能的 美国让台湾归还给中国 其实就是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恩赐 可是北京当局现在不但不对美国感恩 反而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其实台湾是当时中国的清政府 正式割让给日本的 在1945年以前 全世界都公认台湾是日本的领土 在1945年以前 中华民国政府也承认台湾是日本领土 那么美国让台湾归还中国 现在北京却扬扬扬武统台湾 这就让美国人把中国看成是邪恶国家了 美国在川普总统执政时期和中国的关系就破裂了 但是那个时候西欧国家对中国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当时美国要求西欧国家配合美国围堵中国 抵制华为公司的产品 遭到不少西欧国家的拒绝 中国和西欧国家的恶化 主要是俄乌战争之后 北京虽然表面上声称中立 实际上是暗中支持俄罗斯 这就让西欧国家感到很难容忍 因为乌克兰战争是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大战 中国给予俄罗斯各种各样物质上的支持 就让美国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失去的效果 过去北约和欧盟一直给北京留面子 他们是希望北京能够停止 至少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援助 但是北京不但没有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和援助 反而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了 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关系越来越近了 所以现在北约欧盟也不给中国留面子了 开始公开谴责北京支持俄罗斯 这也就是等于说现在西欧国家 也正式把中国划入邪恶轴心国Kulinkus 1983年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 把苏联第一次称为邪恶帝国 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 就是表达了美国一种决心 要和苏联战斗到底绝不妥协 在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八年之后 1991年苏联是轰然倒塌解体 在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 但是西方人对俄罗斯这个邪恶的印象 还是挥之不去 尽管当时俄罗斯其实很想和西方友好的 但是被西方拒绝了 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缓慢 特别是高科技很落后 主要就是因为西方拒绝俄罗斯的缘故 比如说中国的留学生 要去美国大学学习最先进的科技 那没什么障碍 要是俄罗斯的留学生 去美国大学去学习最先进的科技 那就会被阻碍 那就学不成 美国对俄罗斯很怀疑 所以他们不会让俄罗斯的留学生 到美国来学先进的技术 那么中国高科技能够发展这么快 关键就是美国对中国没有任何的防范 把中国看成是友好国家 很多先进技术很容易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一旦中国也被刻上一个邪恶的烙印的话 那么中国今后的发展 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看不见的障碍 西方国家 这会从心底里对中国有怀疑 要对中国进行各种防范 这种看不见的无形防范 比那种有形的制裁还要厉害 今后呢 中国就会被排斥在西方主流社会之外 中国也就只能和俄罗斯 伊朗朝鲜他们去抱团取暖 中国被迫跟俄罗斯 伊朗朝鲜抱团取暖 其实最吃亏的还是中国 因为其他三个国家 过去就被西方认为是邪恶国家 一直被排斥在西方社会之外 所以这三个国家 他们经济都很糟糕 在科技方面也很落后 俄罗斯伊朗经济主要靠卖石油来支撑 朝鲜的经济就是靠中国的援助来支撑 所以一旦中国被西方社会 赶出他们的社会圈之外 对于那其他三个国家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过去这他们三个国家 还可以从中国得到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来弥补他们国家科技方面的落后 如果中国也被赶出西方社会 那么中国自己也得不到西方的高科技产品了 那么其他三个国家就更糟糕了 也就是说 中国被赶出西方社会 跟其他三个邪恶国家抱团群联之后 这四个国家形成一个 Kulinks一个轴心 就会让这四个国家的整体情况 都会更加恶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在Kulinks他们邪恶轴心 整体恶化的情况下 他们最后只剩下一个选项 就是发动战争 要把世界搅一个翻天地覆 美国西方国家不让Kulinks他们过得好日子 Kulinks就要发动战争 这四个地方当然就是台湾海峡 所以北京什么时候发动武统台湾的战争 就要看其他三个轴心国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特别要看乌克兰战争的情况怎么样 最近北朝前已经准备派正规军到乌克兰去参战了 这样又会激化美国西方国家 对Kulinks这个邪恶轴心的关系 也会加大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 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如果美国西方国家加大制裁 就会加速中国经济的崩溃 那么北京习近平在中国经济崩溃之前 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台湾方面需要做好战争的心理准备了 那么如果北京发动台海战争的话 那么中国就更定义为邪恶国家之首了 那么未来几十年 中国都会被西方认定为是他们的敌人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当然就是一个噩耗 未来几十年 这个刻在中国人身上邪恶这个烙印 都很难洗得掉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